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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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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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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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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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日 current 对吧 但是问题就是说 带来一个问题 我们先与当今的主流科学越来越远 这个也是 我老在听你的翻译看完了 好吧 这个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个人因为有一个 差不多有一个生物学的背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要 比如说要细致讨论 那康派是不是需要跟现代科学结合 尤其是主流科学 第二个怎么结合 这都是我们在思考的话题 所以我这次专门邀请了Noss of教授来跟我们讲 这方面的一些神经经济分析方面的一些知识 而且Noss of教授 我跟他有几个交流 他并不是特别同意Mark Solomon的一些观念 虽然Mark Solomon现在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 但是Noss of教授有他自己一个独特的观念 我们也有一些交流关于一个经济分析 他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一些共同体 我们觉得金正非不能离开这个时代太远 这个我觉得我跟他之前是有一致的 就是我们不能离这个主流科学太远 他最后经济分析很可能就变成一种非常狭隘的一种文化学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这个东西跟现代科学离得太远 这个问题很多 不光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弄得不好我们都会看上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些 类似于什么甚至还带着神秘主义的这些问题 这个是精神分析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克服 好吧 我就不啰嗦了 我只能将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神经精神分析的一个大概背景 和这个Notswarf教授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简历 好吧 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下面把这个话筒交给我们的Notswarf教授 好的 那我们用掌声欢迎的这个Notswarf教授来带来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kind introduction and of course I agree completely with you need to be sort of the state of the time but I also say I'm philosopher neuroscientist and clinician 从整个情绪的思考和思考,你能 xamar新及更大推荐 ideas。 我会一会给你一些改变。 你会看到很多我自己的研究,但是在最后, 我会一直找出明科技能区, 以对对正在 treatment,和对科技的价值。 所以说,当处于习惯面与思考上的思考, You can make your psychodynamic therapy more effective, more specific You want to translate 我直接用这个是吧 那非常感谢居老师的这个介绍 我也非常同意您刚才提到的 说我们要跟上这个主流科学的这个研究 那我本身的话 我是一个哲学家 也是一个神经科学家 然后也是一个临床实践的工作者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些新的研究的发现 会让我们可以吸取到更多更新更好的知识 那我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说 通过对于这些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的了解 它永远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开展我们的治疗工作 无论说是诊断还是说治疗 通过去了解这些研究的发现 也是我今天会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些内容 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在实践动力学的治疗中 能够开展更好更有效的治疗 对因为这些研究竞的问题 对于这个研究竞技术 你已经看到了解它 在我的第一个研究竞技术 如何能够有病毒化 成化成了灵状 的生存活动力 你可能会知道 many of you, that Freud in 1895 already tried to address that. And when you read that writing for scientific psychology, for me, it's absolutely fascinating because he really tries to link the dynamic view of the psyche to a dynamic view of the brain. But at the time, he didn't have the tools. But you see in that paper hydraulic machines and all kinds of stuff. So my claim is 那对于这个方面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去把大脑的这些活动 去转化到去连接到我们心理层面的活动 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弗洛伊德在1895年他的这个文章当中 他已经试图去讨论这个问题了 对我个人而言 当我去阅读到这个文献的内容的时候 这简直是太奇妙了 他当时就已经试图去做这样的一个 大脑和心理活动的连接 但是在那个时候 弗洛伊德他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去研究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在当时 他试图去画出那些机器 试图去理解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时代 有这样的研究手段 我们可以去试图去把心理动力学 连接到我们神经的活动上 那这个对于我们开展临床实践的工作 也是非常的有的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进行其实也认为这是一条 你应该知道这个问题非常棒 为了 你应该知道 我们来这样不知道 那种 以后 我只能让我站上 and his clinical descriptions are brilliant. Jung became more speculative by linking this to a cultural-environmental context, slash the archetype. Lacan tried to say this is structured in the language. So, and the problem with, now in neuroscience, we mainly do the upper part of it. That's what is calle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ultimately also affective neuroscience. But I don't need to tell you as practicing psychoanalysts and therapists, we need to go down all the way. So the question for the neurosciences, if you want to link psychodynamics down here with the brain, you cannot look at the brain here. You need to look at the brain. So this is why I like to speak of neurodynamics here. And I will show you several examples how that can be researched. One final. One final. Okay, sorr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Now, we know that. 说那所有的这些是 嵌套在我们的语言结构之中的 那到了现在我们的这个神经科学 其实它大多数时候在看的 都是这个冰山上面的 这个表面上的东西 而在我们的实践的工作过程当中 我们是希望更多的去深入到 更深处的无意识部分的内在世界当中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连接 我们不能只是看上面所在 水面表面上的这些意识的部分 也要看到下面的东西 那我在今天的演讲当中呢 就是会给到大家一些具体的研究的例子 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会给你一些讨论的讨论 我会给你一些讨论的讨论 我会给你一些讨论 那这个是我今天会给大家主要讲的 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些理论上的模型是关于大脑和心灵之间的关联的 那第二部分呢它其实跟我们的临床实践工作就更加高度有关了 是关于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心理地形说以及它这个自我与大脑之间的动力 那第三部分是会关于一些跟抑郁有关的一些研究包括相关的内容 然后第四部分就是我会讨论关于环境大脑与自我之间的紧密关联 以及我会给大家呈现一些跟创伤有关的研究报告 所以我告诉你 The key idea is So what do brain and mind share So in the western world we usually say The mind is very special and distinguished from brain and world That's something I think you don't have 那些中文化不太強烈 在中國的文化 你會有更多的關係 而他們沒有在類似的關係 西方的人們 那真正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何能夠把這間階段交換 我正在問 在西方的觀看 他們會有什麼關係 這會導致我時間和時間 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大脑和心灵 它们有些什么是共有的 那这个问题对于西方的观点来说 通常会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一个视角 他会认为说心灵是非常的独特的 它跟大脑是相对来说独立的 那这是一个西方的观点 对于中国文化下面来说 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 它更多的是一个关系的视角 认为他们之间是有关的 所以对于西方原本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说 他们就会很好奇说 我们如何去找到他们之间联系两者的桥梁 然后我在今天我也会更多的 采用这个中国文化下面关系取向的这样一个视角 试图找到两者之间的关联 是的 Okay This is basically Yeah And the key thing is psychodynamic and uro蛋 So that's what they share It's like water I'm from Canada The water can be very icy Can be fluid Can be in steam But they all share That is H2O The KVC 如果你有未知的H2O 你只能知道是3不同的东西 同时的是you're brain and mind 我说你们有什么东西 算是在空和量都中的 我不会跟公众人家的主体讲 无法调查 你们相似在内容 mechanics 我看我在我们的胞 not for cognitive的 性格的动机 我看我最好叫 的东西和 能量 所以对于神经动力学和心理动力学之间 它们到底有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水的不同的形态 那我是来自加拿大的 那在冬天的时候水就结成了冰 然后它也可能是水 或者它可能就变成蒸汽 那如果我们知道它们本身都是化学结构 都是HRO的这样一个化学元素的话 那我们就会知道它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脑和心灵来说也是这样的 它们共同共有的就是时间和空间 这也是我今天后面会跟大家强调的 这样一个时空的模型 我会认为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心灵 它们共有的都是这样一个地形的空间和它们动态的时间 我不是去看它们认知或者情感上的这个功能 有些什么样共同的特点 而是在这个动态的时间元素和地形的空间元素上 是有共同的特征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要观点 所以在这种程度的方向来的方向来说 我的设计是我的设计是你的设计的 全部是对于大脑 对于大脑 我会说我不想说大脑 感觉是必须的距离而称,这其实是多重要的, 那些引 Baby,在Theiderer Experience和战狱的情况下 同样,在我看这有很多距离的距离, 这就能够动 espero与音乐生活和感觉和魅力感觉, 和我们之前在相似的感觉和感觉, 那是正在描述的印尼,在这两个特点, 两个例子,《ов过》这年, 《Dynamic Self》和《Clinical Personal Golot mer》, which is actually very nice when we have cases 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我们不管说是心理动力学也好 还是神经动力学也好 我们关心的都是它内在的动力 那这个动力我们怎么去定义呢 我认为它是一种变化的模式 这种变化的模式会告诉我们这个人内在的体验 和他内在的冲突 所以其实当我们不管说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 还是神经动力学的角度去试图理解它的话 它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这里我列出来的这两本书 正是去讨论了这个问题的这两本书 然后一本是关于这个 精神分析当中的动力学的自我 另一本是关于这个 神经精神分析的一个入门的介绍 那它都有更深入的一些讨论在这两本书里面 咱们们在那里面 咱们在这一本书里面 Mark Zolm's developed a new project for scientific psychology and I said, next slide, yeah, so the main thing is how can we bridge that gap, I don't want to go much into the slide, but the claim is we have currently the wrong kind of neuroscience to link it to psychotherapy. It's like a mismatch, yeah? And so we have a very static neuroscience, but psychoanalysis is intrinsically dynamic. So how can something completely static, I stay here, account for something which is constantly moving? And in the neuroscientists, the dynamics is often considered just as noise, it's taken out, out of the data, the way they are processed. Yeah, so here I say we need, in order to account for the dynamics and the topography of the cycle, we need to get back also to the dynamics of the brain. And that's a really new view, new approach to the brain, and that creates a direct link to mental features. That's why I speak of a spatial temporal neuroscience, the project for a spatial temporal neuroscience in psychotherapy. 那在之前啊,我们,哎呀,你能先翻回到一下老师前面的那一页吗? 哦,对,老师,刚刚前面,今天先在讲这一页啊,那在之前我们是很难去连接大脑和心智之间的关联的, 那弗洛伊德当时他也非常天才般的发展出了他的这个地形学说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Mark Solomon他也发展出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学说, 那然后来到下一页,然后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建立这个大脑和心灵之间的关联呢? 我认为当今的这个神经科学,当前的神经科学它是有些问题的, 它更多的是考察的一个静态的大脑的活动,它和我们要去讨论的心理动力它是之间是不能相匹配的。 因为我们在精神分析当中,我们对于内在心理活动的讨论一直都是动态的,是充满动力的。 而这个脑成像的这个研究它是一个静态的,所以它要如何能够去对应起来呢?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认为我们对于大脑的研究也需要去回到大脑本身的动态的过程当中, 这也是我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法和取向,也就是我后面会跟大家更详细讨论到的这个时空的模型。 现在我们说,什么脑和脑的脑脑? 我已经说了它是与动力的。 但是,我希望你这些是一些基本的主要的与动物体。 这些是最多的与动物体。 看这个 quote从 Nikola Tesla, 它是一个巨大学, 一开始机会的20世紀。 你将也知道说,说最后应该年轻软的轻轻软。 你一定会在他的写花上的深刻。 这个稳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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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会对于我想说, 为什么呢, Musk named his car like Tesla, because both are probably equally brilliant, but also equally eccentric. And he said very nicely, if you want to find the secrets of the universe, think in terms of energy, frequency and vibration. I could have replaced the universe here, if you wanted to find the secrets of the brain-mind connection, think of them. So, meaning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is some basic features of the natural. A common currency between world, brain and mind. Your principle here in China, harmony with nature, I would say is exactly these kind of dynamic features. That's why I like to speak of a common currency, world, brain and mind. That sounds very abstract to you, but ultimately it's just a modern explication of your idea of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you will see it has concrete clinical implications. Yes.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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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so, um, this, um, um. 大脑和心灵之间 它们到底有些什么样共通之处呢 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在于 它们都有的这个动态的过程 以及它们的地形的结构 那在这里我想回到 自然世界当中最基本的一些特征上面来看 去看到它们之间的这些共同的特征 这里是打了个比方 就是common currency通用货币 那这里我引用一句话 是来自这个特斯拉的这句话 那大家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 然后也是这个特斯拉这个汽车 它这个命名的这个名字 那如果你去打开 它的维基百科的网页去看的话 可能你也更能够理解 为什么马斯克把他们这个造的汽车 命名为特斯拉 他们都是有着非常天才般的 想法的这个人啊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这句话说的是 如果你想要去找到这个宇宙的奥秘啊 你可以去想一想能量频率和震动 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物理学的特征 那我会在这里 我把这里这句话的这个宇宙的奥秘 替换成我们大脑和心灵的奥秘 那其实我们也要去看到这个能量频率和震动 这些最基本的物理学自然世界当中的特征 我觉得这背后的哲学思想和中国文化上面 这个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个思想是非常一致的 因为本身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动态的世界当中 这个世界大脑和心灵之间的动态的连接也是如此 虽然我现在说这样的一个理念对大家来说听起来比较抽象 但是这其实是用一种更加现代的语言和方式去解读 本身就对大家来说很熟悉的这样一个人与环境的和谐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到这个讲座的后面 我也会跟大家讨论更具体的对于临床工作的一些启示 。这个其他 巨大大的巨大枬 here 优势 你會看到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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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关于这个动力 我们要怎么样去测量它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页上面的这些波形图 包括左边的这个海浪海波 那我们都 上海这个城市也是沿海城市 它也靠这个大海比较近 大家可能也都看到过 这个浪啊 这个海浪有大的浪有小的浪 那大的浪它比较 力道比较大一些 然后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小的浪它就是 这个频率 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 那这一点在我们大脑中的 这个波形图也是一样的 我们有一些大的波形 也有一些小的波 然后有一些是更有力量的 更高频的 有一些是更低频的 那这些波啊 也都会体现在我们的心理活动当中 那这些就是更强调了一下我的观点就是我认为大脑和心灵它们共同都具有的特征就是在时间和空间 那这些就是更强调了一下我的观点就是我认为大脑和心灵它们共同都具有的特征就是在时间和空间的 也就是在动力和地形上 然后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进入到第二部分 关于自我和大脑的地形和动力上 因为我们的性格就是 of course you know what the self is this is me you have a self continuity a self identity over time you all know that in many of your patients that sense of self is important and often the patients are not really able to explicate it and tell you but there's a deep sense of an altered experience of myself sense of self relative to my own body and the environment that's very important yourself is not an isolated entity in the brain as the western people often think and still often suppose but your sense of self your experience of your own inner subjectivity is deeply relational relative to your own body and the environment of course let me show you data 那这些上我们提的问题什么是自我 那大家都知道说我就是我我自我是具有连续性的 我是有比较稳定的一个自我同一性自我认同的 那对有一些患者来说这部分可能是不太稳定不太清楚 或者是他会觉得说我没有一个我是有一种变化了改变了的自我感的 包括我们会说我们的自我它是和我们的身体和环境都是紧密相连的 它不是孤立的我们的自我感它不仅仅是在于我主观的自己的主体性当中 它也是和我们身体的活动和外在的环境都是紧密相连的 now the next slide yeah so what we found out so that and yourself has different facets let's say when you have the good Chinese food which i deeply appreciate you feel your stomach and you feel very comfortable inside your body then you also have an outer that's basically what is called the interoceptive then you have also of course an outer self your outer body boundaries when you embrace somebody and that's what's called the exoceptive and then of course you have all the thoughts and about your own self thinking you project yourself into the future and the past that can be called the mentors 那我们的自我它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这个一层一层的不同的层啊 比如说当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啊中国的美食很很美味是吧 你的内在的身体就会有一些感觉就觉得啊这个食物很好吃 这个是我们称之为更多是内感受的一个自我的层面 那我们也除了内在的感受也有对外在的感受你外在的边界 你跟其他人的触碰身体的接触等等包括你感受到外在的边界和接触 这些是我们称之为叫外感受性的一个层面的自我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层面是我们会对于自己有思考 会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设想等等 这个是我们称之为是精神层面水平的自我 好 好 压爱 好 好 一些 那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些三个层面的层的两个 上 脂肪 脂肪,脂肪,脂肪,脂肪 上脂肪 绳部 在脂肪 各个各个地方 对于脂肪 对于脂肪 这是下部,脂肪 下部,脂肪 破产基因的 这些意思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三个层面的自我的水平 包括我们内感受的内在的 外感受外在的 以及我们精神层面的 那它在我们的脑科学当中也会发现 它会对应不同的脑区 比如说这个内感受的 它更多的是在脑倒的 然后外感受的 它可能是在脑倒 或者说这个前运动皮层的 然后精神层面的自我的 更多是在脑倒 镊顶联合区 或者其他的一些脑区的 那我们不仅有上述的这些发现 我们也会发现不同层面的自我 它其实也是互相交叉的 比如说内感受的 涉及到的脑区脑倒 它其实也会在外感受的这个层面上会涉及到 现在我们继续的 现在我们继续的 继续的 那是在脑区脑上 所以在脑区脑上 看这些美丽的脑区脑 你都知道这些 这些不同的 继续的继续 全是在脑区脑上 都在脑区脑上 很继续的 只能在脑区脑上 你会看到这些脑区脑上 更多的脑区脑上 继续脑上 这是个棺续是一个棺续众の 棺续 鸽脑上 在脑区脑上 更多的泻院 这些棺续前 这异开始 继续的棺续 是避病而且 这这些楣鸽软 relatives 这个根据 继续间 again you see it everywhere in nature and it's clinically highly relevant because when you have ruminative thoughts and depression the mental self you also have interceptive and exoceptive somatic symptoms and conversely so they always go together because through the nested structure changes in one of the balls will affect its relationship to one another that's why we have a what i like to call a co-occurrence of different symptoms not only somatic vegetative symptoms but also exoceptive symptoms cognitive yeah and that's your sense of self that's so here you see a basic principle of nature nested realized in the brain with extreme high clinical 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啊这张那个PPT上 左下角的这个图片啊真的是非常精美的一个 呃雕刻的工艺啊那可能大家呃在中国文化当中这个还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我觉得也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只有中国人有这么伟大的一个雕刻的工艺 那相比来说西方的这个嵌套的这个娃娃相比来说就粗糙的很多 那那我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就像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工艺 他他也是一个一层一层嵌套的一个组织怎么去理解这个嵌套的组织呢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呃一圈的包括这个呃层级的图啊 我们去处理内感受的呃这个对应的脑区 他其实也是呃在我们处理外感受的脑区当中会使用的 也就是嵌套在我们外感受加工的这个层级当中的 而这些呢又嵌套在我们呃精神层面自我加工的这些脑区当中 他他用到的脑区其实都是足迹去嵌套的 呃 呃 所以呃 这个是我们本身大脑的一个本质上的特点 呃 呃 那其实他也是嵌套在体现在他同时有着一些内在身体的症状上 他不仅仅是一个想法上的症状 呃 这个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也会对于我们的整个呃 其他的呃 症状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是我称之为叫做病发的很多的症状 换句话说当临床上面我们观察到有一些呃 异常的症状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植物神经系统方面的呃症状 它也有一些身体上的症状也有一些想法精神层面的症状 所以这一点它是呃 本身是基于我们自然当中非常基础的一个现象和规律 它也体现在我们的大脑当中 呃 关于我对于这个俄罗斯套娃的这个评论啊 大家不要告诉俄罗斯人我是这么评价他们的 请不吝点我 这个评论的 我没想要跟你说 它是一个连续的 和这个生静的 用于我们的 是你身体上的 你是不知%的 你身体上的 因为它是因为 有什么有关系的 是你身体上的 它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是是你身体上的 力量的 是非你身体上的 当然是不一样的 但你已经看了 you're already here, the nested organization on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and the neuronal level and the partial matching between this share. of course that's the common currency that the brain and mind share. so this is reallyzą and this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nature there's nothing special about it. We do not need to invoke a separate mind like the western people did It's already there so this is for me, as a scientist, one of the most fascinating things, is probably not as dramatic for you as having grown up here in China, because this is for you as almost natural, but for me as a Western person, it's something you really knew about. So how do we do this kind of a way to do these different levels? How do we do these different levels? How do we do these different levels? We can see this picture on this picture. That feeling of self, it's actually a lot of times it's no-意識. We can see how other things can be built and I don't know. We can see how other things we do these together. We can see how other real experiences can be attracted to these different levels. So how do we have the real experience? We have the real experience of self- crappy. 这些部分 它这个不是完全的对应 也是有部分上的很好的对应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嵌套的不同的层级 所以当我发现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的时候 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心灵 它都是有着共同的这些基本的规律的 而且这些基本规律本身就是在自然当中的 它不是像西方思想当中 那么的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看待大脑和心灵的 它其实本身就已经在那了 那对于我这样一个科学家 当我发现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的时候 我觉得简直是太惊奇了 虽然可能对于在座的各位 在中国文化下本身是不会那么二元对立的去看待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好像本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西方的视角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观点 那么现在我现在提供你这个是太惊奇的 那我现在展示你这次的隙子 现在我展示你这个隙子 那么现在我展示你这个隙子 现在我展示你这个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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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測量 In the brain, the frequency of different brain waves faster, slower and more powerful, less powerful You can see that the slower waves are more powerful Each line has one subject This is measured with fMRI And you can see that slow waves are more powerful and faster waves are less powerful And the fascinating thing is, first you see a lot of inter-individual variability. And second, you see that tha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ense of self. We measure that here with self-consciousness. Meaning, the more power you have in your slower frequency relative to the faster ones, the stronger the more sense of self and self-consciousness you have. So it's a balance, it's not just one particular wave time. It's a balance of the different waves fast. That's your sense of self. See here, it's a dynamics. So, in the front, I gave you the sense of the sense of self. We'll go look at the force of self-consciousness. We'll look at the force of self and self-consciousness. We'll look at the force of self-consciousness. The force of self-consciousness is also a lot of the stimulation. So, you see this machine. 不同的这个强度 那这是我们用FMRI去测量到的一些结果 那它我们会看到有一些 这些慢波它是更有力的 更强有力的 而快波它是相对 更力量更弱的 然后我们会发现说 这些更加有力的慢波 它也会对应到我们内在更强的自我感 自我意识 当然我们也看到说这些波 其实每个背势之间的波型 也会有很多的差异 那它也跟不同的自我感的 这个强度的对应 也会有对应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说 这些波的快和慢强和弱 它其实之间也是有一个平衡的 也是对应到我们的自我的这个动力 这些波测的波测的波测的波测 这些波测的波测的波测的波测 这些波测的波测的波测 这些波测的波测的波测的波测 你能够认试 这些波测的波测的波测的波测 精神的波测的波测的波测 试图去测量这些波形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物理学上的特征 可以去测量它 就是左边的这些 它是一些不同的物理学的特性 那我们就不详细地去展开这个部分了 如果我是专门去讲一个 关于这个物理学特征的一个讲座的话 我可能会更加详细地去讲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会看到是有一些 比如比较常用的概念 它是这个波的频率 它的强度 它持续的时间 它的摆动等等 那我们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物理学特征 它会对应到我们的自我的不同层面 它会 比如说它的嵌套性 它的快波 慢波的组合的组合 会对应到我们的自我感 然后它的时间的持续性 连续性 也就是这个波它持续多久 以及它的时间上的整合性 它的这些波在时间上如何去整合到一起 它都会去强有力地预测到我们内在对于自我的自我感 自我意识 这个也是 也就是说能够对强有力地对应到 我们内在的自我的动力 我还在说这个同样的内容 说出来的话是英语更长的还是中文更长的 depth dimension. How does he does it in the way he deals with the room, the space, slash a certain topography. Then you see these guys here, these apostles, you have the feeling it's just a snapshot. If you look at it one second later, they will be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It's a static painting, but you perceive it as dynamic. How is that possible? Da Vinci studied the brain, the anatomy at his time, and said there's always a dynamics, and I spoke with painters who tell you how he does it in detail. So the lesson I want to take here, it's a virtual, it's like virtual reality, a virtual 3D topographic extension, and a virtual dynamics on a static. And your brain does exactly the same. It provides the dynamics and the topography, and that gives you your experience of a sense of self in space, as part of the wider room, and a dynamics of continuous change. So exactly what he does here with the painting, introducing the dynamics and topography on a 2D static surface, that's what our brain does. It puts every stimulus outside in a dynamic and topographic context, and then you have a sense and experience of 3D in a dynamic sense. . That's really nice to have here. That's a really nice piece of art. that we got it all for that. That's why we put this one. Everybody got it all on the smile, right? So this piece of art is it's, my last year. And it really does for us. And finally, when we put it in a moment, it really kind of was fantastic.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米兰看到这幅画的 就是原作的话 真记啊 就是你会发现说 你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仿佛不是在看一个二维二地的画 仿佛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画 就是达芬奇他把 他虽然是在这个帆布上面 画出来的是一个二维的平面 但是他加入了一个深度的 另外一个维度 以至于让你会感觉到 像是在看一个三维的画 就像是你在对着这个房间一样 所以这个房间换句话 就是这个地形 这个空间上的这些元素 我们包括去看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一刻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好像只是一个静态的截图 但是我们会感觉 如果我们过会再去看 他们好像就动起来了 就是我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 仿佛有种他们是动态的感觉 那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 达芬奇在那个时候 他没有什么大脑的 什么脑科学的研究去讨论一下 说从大脑上面如何实现 但实际上这正是我们大脑 自然就会加工的一个过程 他把这样一个 像是虚拟的动态三维的这个图 呈现在一个原本是二维的一个帆布上面 这正是你的大脑帮助你去完成的这个加工 也正是比如说你会感觉到你的自我 你会感受到它跟随着时间的流动 你在这个房间它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你是在一个三维包括加上时间流动的空间当中 不是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的 这本身就是我们大脑去加工这些时间空间上的 有些刺激的方式 那刚才就是给大家讲了自我和大脑的这个地形和动力 那下面我们就是讲讲在抑郁上面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临床案例 所以 here what is typical for depression you might want to read this while I'm talking is you're completely locked off from the world I'm talking here about a really serious depression which I see as a clinical psychiatrist as you see a serious case of depression as a clinical therapist so you're cut off from the world you're completely in your own thoughts everything is negative everything is negative you're doomed to fail you have despair sadness nothing moves anymore everything is slow you have the feeling life is at the end at the end you have the feeling you your own self can be dead that's an extreme experience now I try to account for these kind of experiences with my special topic 那大家可以一边看一下这个案例 我们就不把这个案例再读出来了 就是这个案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抑郁症的一个案例 它就是整个人完全把自己给锁住了 关掉了 切掉了 切断了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抑郁的案例 我们如果从临床实践的视角去看的话 那它完全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它有很多非常负面的想法 然后它会感觉好像什么都不对劲了 所有的东西都慢下来了 这个甚至它会想到说 总有一天我的生命会结束会死 当然这个也是出现在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下 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严重的一个抑郁的案例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呢 接下来我会再想说如何用我的这样时空的神经科学的这个视角去理解它 Next slide Next slide please Yeah This is an example Maybe next slide Then I go back to the slide So here what we investigate now So for me depression Is not in a particular region or network The global brain activity which is reorganized So imagine This room I know that many of you don't see this room, obviously, who are online, but let's say it's not just a couple of tables which are deranged. It's the shape of the whole room which is different. That would mean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tables to each other is also completely different if the shape of this room were, let's say, round. That's what happens with the brain and depression. And I'll show you in the before. And then, we will find out from the brain of the brain on the brain. And I'll show you in the back of the brain. 重新组织了一下 大家设想一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房间 当然我们线上的听众 看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房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大家设想一下 这个房间的整个的形状就变得不一样了 现在它是一个方的 它就变成一个圆的了 那我所说的这种大脑的重新组织 不是说这个房间里面的桌子椅子 位置重新摆一下 而是整个形状变得不一样了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 这个房间里的桌子椅子 的相对位置也会发生变化 那这个就是对于抑郁的人来说 他们的大脑活动的变化 那我接下来会更详细的 跟大家来讲解 so it's a global topographic reorganization of the room so that's it as i said the shape of the room and what you can say i don't want to go into detail you can see that everything the neuronal activity is shifted torts the cortical midline regions remember you already encountered these regions these are the regions where your mental self is meeting and of course as you all know nothing is for free if there's more activity in these midline regions there's in other regions less activity because it's a balance and these are the exact the sensory and motor regions so you don't properly perceive your environment anymore the visual regions and you also don't move psychomotor retardation so it's a shift of the brain inside the brain tort the midline regions you have this increased mental self focus rumination thought and you completely feel disconnected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because your sensory and motor regions are no longer as active the shift 我们说抑郁的人 它是大脑整体上的一个重新的组织 就像是我们整个房间的形状都变了一样 这是这里大家看到它的脑区的活动图 我们不具体的去讲解去介绍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大脑的整体的活动 都是朝向大脑的中线区域更多的去活动 而这里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是我们前面讲到不同水平的自我的 负责精神世界的自我的这个部分 那当它的活动更多的是朝向这个中线区域的时候 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它一定是会有代偿的 那相对来说它大脑其他区域的活动就会变少 那变少的区域是什么呢 是这个负责感受和运动对应的区域 换句话说它不再那么多的去看 去感受这个世界 不再那么多的去活动了 它的活动更多的转向 它这个靠近中线的区域 它增加了更多它内在精神的精神世界的活动 更多的负面的想法 它的反处的思维 它更少的活动和感受 这是一个大脑整体的变化 没关系的 所以,the regions in the midline are abnormally related or correlated with the regions outside the sensory and motor regions you see an abnormal strong relationship in the depressant I'm sorry I don't quite get this Can you repeat that? you see that the regions in the midline the cortical midline structures are abnormally strong related to the regions outside the sensory and motor regions so it's like twins always doing the same thing one is taking the lead and the other one following there's no choice to face versus in the healthy subject the two twins slash midline regions and sensory regions are somewhat independent that's why in depression all your perceptions are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your ruminations and by your thoughts everything is grey, dark, doomed to fail that's what people say in depression you can make it short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两张图 我们也不做详细的拆解 大概的一个发现就是 在左边这张图抑郁症的患者当中 他的大脑中线区域的活动和他负责感知觉运动的区域的脑区的活动 是有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的 就好比说这两个脑区的活动像是一对双胞胎一样 一个走另一个也走 而在健康对照组的背试当中 这两个脑区的活动是相对来说独立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抑郁症的病人身上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就是他们整个对于世界的感知会跟随着他们的负面的想法 内在心理活动会有一些对应的 比如他会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变灰了 整个世界都变慢了 整个都变得灰蒙蒙的等等 可以喝了 那么我们 único부터看这件事 要要了解了 有细腾社的usting洞 在抑郁症相对抑郁症 是保虑的اس联好的 又是آני臭的人 在抑郁症 abnormally weak. So you see a disbalance between your three layers of cells, a topographic disbalance. So you see this in the brain and obviously this is also what they experience, what you see in the clinical senses. Now this is very relevant for psychotherapy because you might want to try to reduce their mental self-processing and that might rebalance the topography. And then in this section, you will remember the three different layers of self-processing. We saw that in the health of the patients' mental self-processing component, they becom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And the self-processing component of self-processing development is more. 换句话说它自我的这个地形上的结构 它是失衡了 变得不平衡了 那这一点对于我们临床工作 是有非常重要的启示的 就是在症状上我们会看到抑郁的患者 他会有更多这些头脑上中的想法的变多 然后对于治疗来说 我们会想要去减少他们过多的 这个精神活动的这个层面 然后试图去找到它 重新找到它的平衡 所以现在,如何是这样的 在脑脑上的脑脑上 所以这里我给你做了 我们做了一种运动的运动的运动 你认识的运动 你认识的运动是一种运动的 一种运动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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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的运动 有些人会认识的运动 有些人会认识的运动 然后在这种运动的运动 这种运动的运动 它就像是接连不断的会发生的 一个接一个的你的想法 可能有的时候前面你还在想 外部世界的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紧接着你又会想到了内部世界的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接连不断的 那我们接下来我给大家具体讲讲这个思维的动力 所以在这种运动的运动 只会是在那种运动的运动 但是在这种运动的运动 它是在那种运动的运动 它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中间这一列是抑郁患者 它的思维的转变是非常慢的 然后右边这个BD的是双向的 就是躁郁症的人 它的转变是相对更快的 包括健康的对照度也是 所以在抑郁的病人身上 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想法太慢了 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他就好像卡在他的想法当中 他就是逃不出来了 你跟大家去说这些 说这些他永远都是很慢的 在想同样的一些事情 Next slide So here I show you for instance You literally measure the waves of your thoughts So you can do this with special techniques And here you see again the frequency, the speed Here you see the power So this is a healthy subject You see the thoughts change In different speeds, different frequencies Sometimes they're more powerful Sometimes they're less powerful Remember my initial quote The basic feature by Nikola Tesla Frequency, Vibration, Energy You see it in the thought Now look at the depressed subject It's completely flat Not much power Not much change The bipolar are somewhat in between So here you really see thought dynamics So now you say You notice this is good for research But go home to Canada And forget it we are not interested No! So because we could really differentiate The depression in th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From the depression in the bipolar They have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So this could serve as a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marker Which is therapeutically very relevant And I'm currently looking for clinics Who would be interested in conducting This kind of spatial temperature diagnostic So on and others So in this So in this 这个波 这个峰值會更高一些 У。 它是更有力的 這些它是更平的 那它是更低的 那這個就是回 对应到我前面引用 特斯拉的那句话 這些奥秘都是在 它基本的物理學特性當中的 那我們看到在抑鬱的患者 就是右邊的這張圖上面 抑郁的患者的这个波形图是非常的平的 是非常的缓的 没有什么起伏变化的 而在健康对照组的这个波形 就是左上角的这张图当中 它是非常的有变化 这个有起伏的 而这个双向的患者 它是大概处在中间的一个状态 有一些变化 但是也相对比健康人比更平一些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你讲这么多无聊的研究有什么用呢 就赶紧回你的加拿大去吧 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对于我们的临床工作和诊断 其实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那换句话说 大家可以看到抑郁的患者跟双向的患者 它在这个波形图上是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做一个诊断上的区分 它是一个诊断上的特征 所以我来说 depression是最低的 你的脑和你的脑是太慢的 你的脑和你的脑是太慢的 and also your brain speed changes. So we have various lines of data showing exactly that in these different domains. And even more, we assume that this speed disturbance is specific for depression. In anxiety, you have more disturbance of regularity slash irregular. And that's highly relevant also for psychodynamic features. When you're too slow, you have the feeling that you don't have energy. The Freudian concept of catexis comes in, which I like. And then, of course, the various kinds of defense mechanisms like introjection. When your sensory motor system does not properly function, you have a strong tendency towards introjection, relating it to yourself. Could you repeat the term from Freud's catexis? Catexis. Energy. Cate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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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ure you have something. Like your chi. It's very close to the Chinese chi.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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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m sure you have a term for that. Thank you, thank you. Cate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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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什么身体的能量啊 宣泄啊的这个概念 还有他说的一种防御机制内设 那在对抑郁的病人来说 当他本身自己的感知的运动的功能 整体的变慢了的时候 他就只能更多的依靠他自己内在的一些加工 也就是会运用更多的内设 就把东西奔道 Breakout来说 我想说您好这些人和亚状色的方式 我现在自身体和和亚状科业的英文 人也认识了 这些人一对于俄能墙的生命 我现在传指了 一个传续的关系 中心理联绒的管理 但是我真的要想 这个一个最重要的相对 you need to make the link to the environment and you all know this in your patients the depressive episode or the manic episode or the personality symptoms or the eating disorders they're often triggered by environmental contextual factors life events direct or in the past if you want example then i'll let you translate i had a patient who came in with catatonia multiple times and you know catatonia when you don't move you don't speak catatonia catatonia you don't speak and move leave it and each time she came she was falling in love with somebody she became catatonia you can hear about it 所以前面讲了这么多我想他对于我们的 哦 请张胜谢谢 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会看到他之间的关联就是大脑和心智之间的关联 包括这个时空上面的关联 那接下来我会想要进一步的去关联到外在的环境 因为对于我们的病人来说不管说他是抑郁的病人也好或者是造狂 或者是这个近视障碍或者是焦虑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问题的这个病人 他们往往都会被环被环境的一些事情所触发 比如说一些环境当中应激的状况或者环境中勾起他们对于过往的一些回忆等等 比如我有这样的一个病人他经常会出现紧张症 每一次他又陷入爱和爱上某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有身体紧张症 就是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会被被这样的事情所触发到 这次了 然后我继续先做一些一个様子的 chase We looked 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depression, measured the depressive symptoms, also measured their time experience, their time perspective. As you know, depressed patients are more oriented towards the past, everything is about the past, and no longer about the future. And then we see how that is linked to childhood trauma – these were more than a hundred subjects. So in what we could see, the degree of childhood trauma,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trauma, on your depression was mediated by your time experience . So meaning the more you had a time perspective more towards the past, the more likely your childhood trauma leads to depression. However, you know,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the same life event might lead to depression in one patient and not to depression in another. We argue that that is related to their time experience, time perspective, which is also related to their brain dynamics. usually you would say the abnormal time experience i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depression. But the data do not support that. It's the opposite. So time experience is a very basic factor which might drive and underlie the generation of your symptoms. meaning therapeutically, if you provide therapy for time experience and time perspective, you might remedy or prevent depressive symptoms. That's exactly what we are also trying now to do with therapeutic studies. So here you see dynamics, the driving factor is key in generating the symptoms. that might be then also a more effective therapy. 然后我们在这一项上的这个研究啊, 我们会去看到说对于那些严重的抑郁症的病人, 他们的时间的感知也会更多的限于过去, 他们会很多时候回忆过去,想着以前发生的事情, 很少会考虑到未来的事情。 那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我们会想要去了解说, 那这个如何去跟他们过往童年的创伤有关, 以及说创伤和抑郁之间的关系有关。 我们会发现说,一个人他在童年期经受创伤的这个严重程度, 如何去影响他的抑郁的症状呢? 他是被这个时间感知的这个变量所中介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他更多的是陷于过去的, 是有一个朝向过去的时间的视角的话, 那他过往的童年创伤就更容易带来他的抑郁的症状。 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想讨论的这个问题在于说, 对于那些经历了童年创伤的人, 有一些是会导致抑郁症状的,有一些是不会导致的。 那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中间的因素就是在于他们时间的感知。 往往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时间的感知是抑郁症状的结果, 因为他们抑郁,所以他们总是看着过去。 但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数据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会发现时间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时间其实是一个中间的中介变量。 换句话说,在治疗上如果你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帮助他更多朝向未来的一个时间的视角的话, 可能会去减缓或者说预防他的抑郁的症状。 所以这里这个时间的动力、动态的这个因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同时在于是,这种人的方式的风格是最重要的。 这种旺盈的流程。 这种旺盈的流程是最重要的。 即使它更加动的动物和改变的动物。 整个更加动物和改变的动物和改变的动物。 还是您的动物和改变的动物。 我会在死亡。 所以,比较她或她可以做的。 同样是我们的脑子。 我们的脑子想要在外面的角色。 它想要在设计。 当你踢到音乐的音乐,你感觉好。 你感觉到某种感觉。 你的脑子想要设计。 当你看到这些动物我现在做的, 我现在看见你的脑子会在这些动物中, 以理解我意思。 如果风波突然断断, 如果有病状态会发生, 你会有大部分的改变。 这也会在你的脑子相关于你的脑子。 这是一个交变和脑子的交变。 我会给你一些数据资料。 在下一段时间。 大家看到这张图片, 这个冲浪的人啊, 他需要不断地适应这个海浪的变化。 海浪的变化的速度。 如果他更好, 能够更好的适应呢, 那他这个冲浪也就冲得更好。 然后刚才就老说, 这个是我们的老师在冲浪吗? 然后老师说我不冲浪, 我会被吓死。 然后这个呢, 那在对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活动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大脑需要去不断地去调整到 跟外在世界这个变化的同步。 比如说我们去听音乐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很动感的一个旋律, 我们可能也会不自觉地去动起来啊, 去身体跟随着那个节律去同步。 对吧? 我们从而能够更好的去, 去适应到这个外在的环境。 但是呢, 如果这个浪他突然一下子, 这个塌了, 就是有发生了一个断裂, 就是我们发生了一个心理的创伤, 那大脑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也就是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研究结果。 也就是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到的创伤如何影响大脑的动力。 所以, here,非常短的, 我看到, 我们基本上的情况下, 我们基本上的量子和腦磨的动力, 在我们的脑子。 我们比较多重, 这是我们的代表。 我们比较多重, 我们比较多重, 我们的重量, 我们比较多重, 我们的量子和脑子和脑子, 所以我们的脑子和脑子。 所以我们的脑子和脑子的变化。 是 strongly shap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remember the movements of the self and when there are some bad life events happening that directly affects the brain meaning the dynamics the pattern of change over time is somewhat to a certain degree shared by the environment, by the brain and ultimately and if that relationship is disrupted then you have to see me as a psychoanalyst or go to psychoanalyst they basically need to remedy that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brain 那在這裡呢 我們去測量了大腦當中活動的這個紋亂度 也就是這個傷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說 如果一個人他經歷了更多的创傷 他大腦的活動 大腦的動力也會有更多的紊亂 換句話說 我們的大腦也是會非常大程度的 受到環境因素的塑造 如果真的有發生一些什麼樣很糟糕的事情 那我們大腦的活動也會很快的就發生改變 那這個其實我們在臨床工作當中 也是能夠直接的看到的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激烈的事情發生 這個人可能他就直接就失調了 他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症狀 這個時候他就需要去建一個精神科醫生 或者建一個治療師 去幫助你 讓你去幫助他去從中恢復過來 恢復他大腦自我以及跟外界環境的一個協調 詞誰 我們暫停在詞亡里 那當然會更多 在不同的相互的相互。 那是真的在讨论中。 我们有一个研究, 我没有在讨论中, 我们有所在讨论中, 有所在讨论中, 有所在讨论中, 有所在身体的身体和其他人的身体 是非常判断的, 在讨论中, 你受到病毒病或病毒。 有所在讨论中, 你会感到身体的身体和身体的身体, 和其他人的身体和其他人的缺乏。 在更多你受到疑伤。 所以,你的胸人为了云来和讨论中, 你,作为强者, 是需要重新一下去讨论。 你没有这没有讨论中, 这成统中, 就会被选择了。 你被选择了自在地的地球, 受到自己的身体和其他体, and that the therapy needs to re-establish that synchronization so it's always as I like to say the relational psychotherapy very important and here on the right we link different levels of trauma to different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hree layers of self and dissociative process so it's a traumatic reorganization of your nested hierarchy the hope is that if you go more into neuroscientific details you can have really predictive markers for what kind of trauma you suffer from something we're walking and that's very important then also for your therapy 通常我们说我们和外界的环境和他人是同步的 然后这个也会去塑造我们不同层面的自我 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去同步的话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自己我们和自己的身体和他人和环境的这个同步的程度 也能够去预测一个人可能会得抑郁的这个可能性 换句话说我们发现的研究结果是在于你越是能够去达成这样一个自我 他人外界环境的一个同步 那你或你罹患抑郁的风险就会越小 所以我们的大脑它是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同步和他人的协调一致的 那在我们的治疗当中我们也是希望去帮助那些 稳乱的病患再去重建这种同步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同步 那他们就会处在一个可能相对解离或者说失联的状态 他跟他人是失联的跟自己的身体是失联的 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想要去重建这样一种同步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系视角的一个治疗的重点 同时我们会发现在右边的这个图上 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创伤它其实会影响到不同层面的自我 换句话说不同的创伤它会去重新组织我们自我的这个嵌套结构 它也就是如果倒推回来的话 我们看到不同的一些症状 不同的这个解离和失联的这个症状 也可以倒推去推测可能受过一些什么样的创伤 这个是我们后续想要进一步开展研究的一个方向和重点 然后这个对我们治疗来说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the next slide i next slide to the conclusion of my talk the next slide so I hope I could convince you in part that what we really need is a dynamic and topographic approach That's what I call spatial-template neuroscience goes back to the most basic features of nature. Topography, you see i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opography is a concept from geography. Dynamics, you see dynamics everywhere. So that's what I mean. This topographic and dynamic feature strongly shapes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it. Emotions, cognition, perceptions. There's a lot of studies. So brain dynamics shapes brain function. However, as psychotherapists,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brain dynamics going on which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brain function. So meaning the much larger repertoire of your brain dynamics, only 10% goes into function. So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say I've talked about so many things. I hope I've done a lot of these things. I hope you've done a lot of these things. I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to look at this 動力 and the nature of the two important elements. It's what I call it as which we need to look at the energy of the universe. Which is This is also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the most basic way of the universe of natural有 Ini. It's what we have seen during the universe of this, That's the source of energy and energy. That the earth that's been what we enjoy and it's being based on such a matter of the universe. And this is what we have seen in this series, that through these two major factors, that also have to decide 然后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自我的惯例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当然作为治疗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大脑还有很多其他的动力的活动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确切的去对应到具体对应什么样的大脑的功能 这就是马克斯尔恩的规矩 might be sort of replaced might be even more close the gap by the project for spatial-temporary neuroscience next slide that's the idea so i do not consider my approach as contradictory to Freud's or to斯尔恩 but i continue it in a nested way i provide a larger russian doll or larger chinese crystal ball within which the other slightly smaller crystal balls are integrated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t's exactly that newton was not falsified by einstein but he provided a larger that's exactly what i'm claiming here to do this project for spatial-temporary neuroscience newton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一张图上 弗洛伊德他一开始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在后面马克斯尔恩他又重新的去建构了这样 其实是前面的张图 就是重新建构了一个他的一个模型 那最后就是我提到我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基于时空神经科学的这样一个视角 我觉得我的观点跟前面的他们的学说或者理论 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而是在于我的这个视角它是一个嵌套的模型 换句话说我可能找到了一个更大的套啊 或者说更大的一个一层层嵌套的一个雕刻的水晶球 那如果你去看到一些哲学啊物理学或者中央学科的 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话 比如说牛顿啊爱因斯坦他们都是像 我换句话说站在伟人的肩膀上提出来的这些学说和理论对吧 那我觉得我的这个也是基于他们前面的去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嵌套结构 现在把这些分构的解析 再把这些分析的解析 我所看一层一些 因素Differential Diagnostic markers 我们现在发生了 我们用一个已有的解析 部份的解析 似的解析 纸 know either. here i show you the implications for potential psychotherapy because as you know when you compare there were large stud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comparing different psychotherapies approaches they all show more or less similar efficacy and all depended on w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rapist's class so and on our way today here to the institute uh you mentioned that psychodynamic psychoanalytic therapy is regarded very favorably here in china because it puts you into it considers time temporal perspective which of course is an eastern thing that you put things into time now i go even one step further and say look we know that brain and mind are connected to spatial temporal features we know that brain and mind ar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rough spatial temporal features i provide all the research now next step we know that that spatial temporal relation of world brain and mind is altered in many of these symptoms we see in our clinical practice so meaning the best intervention might be a real spatial template intervention slash spatial template psychotherapy and i will give you an example of the following but first thank you 所以呢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我们会看到那这些大脑的时空特征上的变化 它其实是可以作为很重要的诊断上的标志我我我当然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视角可以在更多的临床上面更大规模的可以去使用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来私下联系我同时我想它对于我们临床的干预工作也是带来了非常多的启示的当我们在试图比较不同的治疗方法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的疗效相对来说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很大的一个起到治疗影响的疗效因子是在治疗关系那我刚才了解到说在目前的中国动力体系的疗法还是比较受人们所喜欢的因为动力体系疗法会很多的考虑到时间的因素我们会很看重这个时间 包括其实在西方的时间当中实践当中也是那在此基础上我想再进一步的去提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大脑和自我之间的关联 它们很大的共同点都是取决于时间空间上面共同的特征然后包括说跟环境之间的这个协调一致的共同的特征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很多临床病人身上这些大脑自我的时间空间特征是发生了变化的那么进一步的我想提出对此最好的干预方法就是考虑到时间空间的特征 也就是我提出的时空的心理治疗的方法那么我下面会具体讲一个例子 所以说 12的时间空间の空间是一个弱性平方式的孔子 所以我们在其他人的时间里面做法之间的事情 在几乎选择最终的时间空间的待遇 现在,一个问题的选择之间是在其他人的时间空间的时间对这种情况、一种測暴的时间空间的时间空间 也在我们的时间空间的成绩,所有的地方内容都可以在我们选择的余阅中的上空间所在的时间空间 甚至因为空间空间的共同意阅上的时间空间空间非常 Fear so a good clinician sensed there is a time scale missing and we can also hopefully provide proper neuronal diagnostics in the future and see okay this is the time scale I need to target with the patient time scale relative to the age of the patient, time scale to the time so basically and then through transference basically the patient can remedy and temporally integrate her or his trauma by virtually using the time scales of the time because as you know the best therapy for trauma is integrating the trauma and the timing of the trauma in the rest of your overall life in biography slash timescales so basically there's a virtual transference of the time scale and of the missing time scale in the patient from the therapist to the patient and by that the patient may be able to temporarily integrate her or his trauma into his other her or other time scale and it's all available 所以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建议学还可以举两个就是 我们如何去以此 以这个视角去开展工作 比如说当一个人他经历了创伤了之后 他的时间连续性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这个创伤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黑洞一样 让他失去了时间的度量 然后他自己主观上会感受到这个时间之间的重叠和碰撞 然后那这个也是我们往往会观察到的一个临床上的结果 那作为治疗师的话 我们就会想要去给他提供他所失去的这样一个时间感 那好的治疗师可能他已经就能够感受到病人身上这一点 他就是失去了时间连续性时间感的这一点了 那我也希望说从神经科学神经诊断的角度 也能够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证明 当然这也是我们后续希望去做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就会想说在治疗当中我们通过移情 通过我们的工作去给他重新提供 重新建立这样一种时间感 是基于他当下的年龄 他当下的这个时间 他创伤所发生的时间的 从而能够去修复创伤给他带来的影响 就包括也去整合创伤给他所带来的 所以我会认为对于创伤最好的这个治疗的方式 就是去帮助他去整合创伤 包括创伤所发生的这个时间 去重新给他提供这样一个整合的时间感 去提供他所缺失的这个时间连续感 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给你一样的两个例子 从一个很正常的医院区培课 有一个年轻人的医院 在英国的医院 在英国的医院 十分之中 红聚在用这个医院 通过去看静音 封级了 因为是病毒 他会明白的 他是承受到病毒 我承受到病毒 我承受到病毒 所以他就有很快 актив思考,正常症,瘤盜性, Research and related to anxiety. 所以用這種經濟思考, 他Э simplemente有編慮在裡面的水 достаточно fluorescence, 統一事體 sö لل 아니라 這個鍵的編乜あります Boseman嚴巴的疹憂 在這 numbered room 극良 他說有其他各種構思考 很严重的想法, 我不想介绍他们的想法。 然后我问他, 他的感觉, 他的感觉。 他的感觉。 他说,这些想法是很软的想法。 他们来, 你是在海洋, 你不能回到海洋, 你看到一个大大波来, 你知道你会死定了。 一天就亡了 一点 那是这样的想法 这些是很轻炫的 非常弱的想法 能源自然而极其之一 我推荐他 他跟他有什么感觉 他他们感觉这些开始 在处理中选手 可以尽量自然而维修 我们獨自而自造并业 那强调整的想法 这些想法 you needed a faster breathing, a faster external stimulation to prevent them from happening. These thoughts are the typical depressive luminations. The fast thoughts are the anxiety inducing thoughts. There you need slower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like a slower breathing. So here you see the first attempt of ours. If you try to use some of these dynamic mechanisms and ultimately also topographic mechanisms like spatial distance for therapeutic focuses and manipulate psychonautically based on this kind of research. That's why we want to develop and do this together with a former student of mine, Andrea Scalabrini, who is now professor at Garamond. We call it spatial temperature cycle. 然后我给大家再举第二个例子 就是我近期的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年轻的来自德国的一个病人 他有抑郁的诊断 然后他是通过zoom跟我进行网络的治疗 然后他虽然抑郁的症状很严重 但是他不想吃药 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一旦吃药 他就相当于向抑郁投降了 就屈服于抑郁了 然后他当时除了抑郁之外呢 他还有很多焦虑的症状 就有很多非常快速的想法 对于未来的一些不确定啊 担忧啊等等 那对于他这些非常快速的想法 我给他推荐了一个 缓慢的呼吸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我们根据 每个患者不同情况会去 就是个人化的一个方式 的一个干预 然后这些缓慢的呼吸的方式呢 可以阻止很有效的阻止 他的快速的想法 和他对应的焦虑的症状 然后后面呢 他又告诉我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想法 具体想到了什么我就不说了 但是当我去问到这些想法 他的这个动力 或者说这些想法 他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这些想法是很慢的一些想法 他就像是他在海洋当中 他回不去回不到岸边了 他就飘在海上看到这些想法 慢慢的像是一个很大的浪 要卷过来了 然后他知道他肯定是会淹死 他是活不下来的 所以这些是起来的很慢 但是是非常巨大的一些浪 然后我就推荐他去采用 快速呼吸的方法 来阻止这些缓慢上升的大浪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慢的想法 我会推荐他用快速的呼吸 而对于那些快速的 跟焦虑症状对应的想法 我会推荐他用慢速的呼吸 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使用时间的特点 时间的积聚去干预他的这些症状 这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这个 时空的心理治疗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原理的对于时间的一个应用 那这个部分的工作也是我跟我的一个学生去做的很多工作 然后他现在也是还依然在这个领域继续的做着很多研究 我们视频说 我们会在顺避的社会 这是一个更多重点的经纪 we have really 要求病毒 clinical case histories and I interpret them in a spatial-temporal way This is about psychiatric disorders neuro-psychodynamic spatial-temporal 观看 这就是这个 背景的规径 和不同的副部 計程度概念 Oreo 今天我会说救助 also to you and also for the translator I think she develops, she deserves an extra applause, because I could not do her job.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 wish you good luc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this is my last one. We have some books that we have already finished. Some books that we have done for you to read. Some are more than just the same. Some are more than just the same. Some are more than just the same. So I think we can read it to you. So I think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 Th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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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e still have some time for discussion. Yep. For the time limit, we don't have so much time for open discussion. And so I have two questions. 我把这个摩擦一点 不然他这个说音就说到不翻译了 如果你们有问题呢 学生有问题 你们留在下午行吗 下午的法律一程 如果学生有任何问题 他们可以留下问题 然后问问问在晚上 这里是可以吗 因为我要吃饭 我们要休息一会儿 我们要休息一会儿 我们可以做几个问题 可以问两个问题 您不是有两个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 我们简单的一个讨论 他有两个问题 可能我们可以有一个谈论 这个直接说是吧 第一个问题 它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关于地形学这个问题 实际上当时Floyder用的 并不是这个词 这是英语翻译的问题 Floyder用的topic 但是英语把它翻译为 翻译为地形学 这个是有一个对我来说 这个翻译本身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Floyder用的topic 比英语比较广大多 因为地形学它是平面化 对 我们说地形学 其实是一个 broader idea 因为Floyder的topic呢 它包括一个不光是地形学的概念 还有一个地质学就是层的概念 地形学是平的 地质学是我们说它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它使用了这个词吧 这个我想说一下这个 虽然它的想法我觉得它也有一个层次的概念 它的确是英语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去触摇的一个物件 他已经含了这个多次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里是 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 它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How do you think about it? Maybe we can directly answer to that Because it's... Do you like it? Yeah, yeah, yeah Yeah, very good question So, you see, I refer the word topography back to geography There it has a multi-dimensional space And so I agree completely It's not just one dimension horizontal It's a multi-dimensional space And that's also what you see in the brain It's a three-dimensional It's not four-dimensional space You really see it And that's what I mean by topography Now I go even one step further I just actually discussed it with my students this morning So that the degree of spatial extension 3D extension of your brain activity in the brain Might be directly translated into the degree of spatial extension of your behavior So meaning if I have only located activity in the visual cortex And not in other regions That means my behavior will be very limited In space outside And now, but if my activity Visual input goes through the whole brain I might also behave much more spatially extended In all three dimensions So that's why I completely agree Yes This question I can just remember 就是我用地形學的概念 更多的還是回歸到地理學的角度 它對於這個概念的理解 它其實也是一個多維度的 它不是說印在一個地圖上 單一維度平面的 就像我們的大腦也是三維的 多維度的立體的一樣 我是這樣的一個方式去理解地形學這個詞的 對 它這個更接近Fluid的 所以這個概念本身它就是一個三維的 就是多維度的 那我進一步的就是再延伸一點 就是我上午還在跟我的學生討論這一點 就是我們大腦的三維的這個 我們多大程度上可以更多立體的調動大腦的這個 三維的腦序也可以去 也會呈現在我們 行為上面的多維度的這個拓展上面 比如說如果我只是在大腦視覺皮層的一個活動的話 那可能我對的行動行為是非常受限的 但是如果我大腦的活動也是非常的全面 或者說立體的話那對應的我的行為層面 也是這個維度和空間是更打開的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一個對應關係的 這個我們可以嗎 第二個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一個實際上腦科學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這個時空的模型的確幫我們理解了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之前理解症狀好多時候是通過這些神經地質 就是這種比較現代的模型 就是化學模型更多 就是這種早期的物理模型坦白說現在用的更多了 所以我也非常感謝他的這個講述 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思路 就是說實際上一個生物物理學的一個思路 也同樣能幫我們理解一些症狀 對 但是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為什麼 因為腦科學這問題 今天的腦科學它有很多內部很不一樣的一些說法 簡單來說就是正在很困難對我來說 對 就是因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我們腦科學是定位的還是全局的 比如說它是某一個精神功能 它是定位在某一個區域還是整個 這個就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定論的 所以這個那男士的我不知道它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因為... 這個我就不多說了 非常棒的問題 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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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有各種特殊的物品 我們有各種特殊的物品 而是因為在某一種系統 是對方程式 對方的物品 所以我認為 和緣與逐質の補質 和但而且 這些紙和特殊質素 會在交換件les 會向您提及過 所以現在我們現在正在請 這種工程 工程做法 我們看到了 这些不同的複数 尤其 GABA, GLUTAMED, EXCITATION, INNOVISSION BALA, 影响这些运动和 topographic features, 因为这些是重要的。 这就是第二个点。 这就是我会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运动的运动和脂肪。 这就是,对不起来说,缺乏的。 我们没有那种状态, 我们没有那种状态。 因此我们没有那种状态。 当我们来到研究研究室, 到一个研究研究研究行者, 的时候我们要用了多级的治疗kику。 你得到一个医師做的治疗瘍。 我考虑做了同意。 你取得了冗多南的治疗瘍, 不是每个患者是同样的有个患者 跟一个人的一样 Yeah 这些是相比 这是一样的协食 第三个例子 我知道是很多消息 我认为是一种一个重量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这就是用手机的距离 它是一样的东西 它是一样的一样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 不, 也不是说英国人,我来自德国人 所以我看到了一点,有一个真实的文化 我告诉你一个说明 在北京,我觉得 2015-2016,2017 我没有去讨论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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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所有中国人都看了世界上的观点 我认为这种不同的观点 我认为你看到 我认为是更重要的观点 如何从世界上 你会有个不同的观点 所以你会有个 global-to-local的观点 西方人们的观点 是一个不同的观点 但是我认为,我们有很多资料在那里的脑梦工作在西方的模式 在国际-国际-国际-国际的模式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会有非常不尊重的感受和感受 这就是你会进入了自己的 psychotherapist and if you structure them in a temple and spatial slash dynamic topographic way in the right way then your emotions your cognitions your perception will also normalize brain dynamics organizes yeah so at a psychotherapist the disorders we do that's dynamic disorders yeah so you need to address that sorry for the long thing 那刚才就要是提到这个神经地质的问题的话 其实确实神经地质跟症状之间是没有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对应关系的 那现在的现代的医药学 他们制造出来的这个抗症状的药物 它其实也是包含好多种不同的神经地质的 那我会觉得啊 就是这个药物 药物的这个对于大脑时空特征的影响的影响程度 会告诉我们它的药效到底有多好 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想要去考察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想要去用电脑去模拟说它不同的药物药物的成分它到底会如何影响大脑的内部的时空的特点 现在确实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特定的大脑和具体某个症状之间一对一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现在还缺乏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志物 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想要去找到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前面会提到比如有一些特定的特点是能够去区分不同的症状或者诊断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去发展出一些个体化的治疗 比如说不同的病人可能是需要不同频率的治疗的 包括同样的治疗是它可能未必是对每一个病人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的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想要去考察的一个研究方向 然后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关于说是整体的还是极部的 global还是local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又是很典型的西方的市场下二元对立的一个观点 就是要么这样或者是那样的 它就是二选一的一个对立的关系 其实我本身是来自德国 我也是比较熟悉这样的一个观 这样的一个观点和视角的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意识吧 就是我之前北京有好多年前了 北京有举办一个神经科学的一个会议 我自己本人没有去 就是我自己的学生去了 他学生回来之后我就问他会开的怎么样 他说哎呀真是就西方人的报告都在找具体某个区域的一个脑区的问题 然后或者是对应的一个功能 然后中国人的报告都是在找一个整体上面的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文化的一个视角 就是西方的好像更多的会从这个局部的 然后如何去连接到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观点 而从中国的这个东方的文化的视角的时候更多的会先从整体 然后可能他再去试图区分不同的这个局部的一个定位 那我觉得总的来说吧 就是这个大脑他不同的大脑的动力 我们还是还是想回到我的这个时空模型的这个观点 他大脑的不同的时间的动力 他会去也会对应到不同的大脑的功能 然后我们时空时间空间上大脑的这个紋乱也会对应到一些不同的症状 这个时候可能我最后还是想回到的这个我的观点吧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讨论了因为下午还有一场准备 好吧 就是说有问题让他们回到下午 所以我们就先停下午这里 然后如果学生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继续 好的 这样子 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要到这 那我们也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感情感谢这个NESHOP 今天的讲座非常精彩 好吧 今天上午的讲座到此为止 好 再见